你们就不要再逼孙营长了 他为了兑现对你们的承诺 三番五次找刘大头要钱 连命都不要了 差点让刘大头给崩了 这刘大头不给钱怎么办 他能怎么办 大家都体谅一下 这刘大头不是个东西 说话跟放屁一样 你们这老大可真不错 是条汉子 一言九鼎 再给他点时间 我相信 他一定会想办法把钱弄来 分给大伙 不会让你们白干的 是不是 有孙 他娘的 这慕子红还真不把豆包当干粮 他觉得我不敢杀了他弟弟 我偏狠就把他杀了 梁子冠 去 把慕子龙的人头给他送过去 我看他怎么办 刘大头 这两不妥呀 咱们现在毕竟也是正规矩 这事如果让南京政府知道了 咱们就是土匪 那番号没了 咱们还像有番号的样子吧 一万人就打得伤这几个了 给南京政府发电报 他娘的两个屁都放一声 刘大头 去 把慕子龙给我拉过来 老子现在就逼了他 报告 你这人怎么跟娘们似的 没看着我忙着 滚 司令 突围的手您许过 只要兄弟们保护你突围成功 每个兄弟赏十块大药 可到现在呢 一个字都没有看到 更别提现在这么大一票 兄弟们现在追着我要赏钱 您说 我该怎么对他们说 说 说你一头啊 打仗的时候不见你的椅子 要钱的时候比兔子都坏 滚 老子还忙着呢 滚 刘司令 您是长官 长官是不可以对部下失心的 他娘的 你这事情照软了是吧 刘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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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 老孙呢 老孙 老孙你捡给我出来 老孙 老孙 刘司令先忙啊 刘司令 刘司令先忙啊 刘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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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谁让你踩上这么个主 别的我不懂 我哥带兵 讲究的就是言必行行必国 有功必赏 就你这样的去我哥呢 至少是个团长 但又怎么样呢 我知道你是提着脑袋跟刘大头干出来的 你也干不出被主的事啊 认命吧 刘司令 行了 行了 哎 刘司令 我说您这脾气也太暖了 咱们军县的承建着呢 也就是他的警卫赢了 看娘的 老子有钱有势的时候 也没亏待他呀 看着老子败了 就趁火大劫 刘子亮 消消气啊 他事先放一遍 咱首要问题是解决穆子龙 穆子龙您要真杀了 是 也行 但就是他哥 咱惹不起 就咱们的残兵败将 打不过 老子不管 老子是输王八的 临死也得咬他一口 我骗你就把他给杀了 用点架 没吃饭啊你 您以后别老对我弄虚 别打我 你 我错了 别老打我 你刚才的话 什么意思啊 您不知道啊 刘司令要枪毙穆子龙了 穆子龙 老子本来想给你留条命 可是你哥根本不拿你的命当回事 这就怪不得我了 举强 慢着 莫子龙 你还想说什么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吧 刘大头 今天我栽在你手里算我倒霉 可我这么年轻就死了 我家里还有老娘呢 你总得让我留下几句话吧 少废话 即便留下话 也没人给你送信 说了也别说 那我也得说 谁家没个老娘呀 谁当兵打仗 不是为了挣几个想签 拿点军饷 养家糊口 哪家不是这样 一问点兄弟们 是不是这样 你的带兵知道我不懂 但我见过我哥带兵 那是赏罚分明 今天你非要杀了我 我也无话可说 但我必须为把我抓了那些弟者们 讨个赏 你今天把赏钱拿出来分给大伙 我莫子龙死而无憾 你怕娘大临到死都 还想想我理解呢你 你们几个进场 别别别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刘司令 我给你说个秘密 我哥那儿可不止这五香德国造 你要把我放了 我把剩下那些全给你搬来 怎么样 枪毙就枪毙 那种小白俩活在世上 只会勾引女人 枪毙了好 这个世界就清净了 那您不想知道 刘司令为什么要枪毙木子龙呢 为什么 木子龙是我丈夫 我马上就要没有丈夫 不过我也想不着 没有丈夫 我就可以进您家的门了 姐姐 您别激动 规矩我懂 以后您是大 我是小 我肯定都听您的 我好好伺候您 我 莫子龙 你小子想坑我吧 我帮你回去搬家伙 你带你哥来灭了我 我儿子 五香我够了 余下的留给你哥 给你买棺材吧 我给你买棺材 去抢 余子龙 我叫我老娘 我姐妹妹妹 我用小船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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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子龙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刘司令 对不住 你攻不上罪不罚 可怪不得自己弟兄 你 你们几个都给我听着 手里的枪给我下了 下了 否则我 枪无认人 别动 你 姓孙子 你被骗扔死 你不得好死 你 跪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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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不死了 你个老公子老公 你去 你 找你 孙团长 我来 你 你 你 我就 你要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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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时间管这个 最近我一直很心慌 刘大头被我打得很惨 我怕他苟且跳枪伤了子路 立刻准备队伍 马上出发 是 程大哥 这是孙营长 多亏了他 才能抓住这个刘大头 走 军长 哥 哥 你看 我把谁给抓来了 没伤着你吧 我没事 哥 一边去 刘大头 慕子虹 我老黑 老子不怕你 有本事咱们在战场上 躺葬正式盖一张 你这算大本子没事 士兵们 父老乡亲们 这个人叫刘大头 想必大家都知道 刘大头啊 我 横行烟台 多少年了 娱乐百姓 奸淫掠夺 活可不做 今天本军长 要为民虫害 我老黑 怪老子时运不及落在你的手里 你有本事 当着种人的面 把老子给逼了 你敢吗 你以为本军长不敢吗 来人 拿刘大头拉下去 逼了 沐老黑 你真敢撒我 沐老黑 沐老黑 沐老黑我一句话要说 放开他 沐总 你能不杀我吗 从此 我再不打人验的败布 军事为王败者 咱们都是军人啊 使兵们 看到了吗 送我一名军人 要有一种精神 什么精神 不怕死 不做熊战 像这样 老子瞧不起他 他不配做军人 刘大头 你可以走了 本军长放你了 啥 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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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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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能不追我呢 我差点就见不着 你知道吗 你不回来了吗 快 打死我 万哥 我请给我打头 万哥 把全给我 我 我 小姐们 木子龙 倒卖金火 按征法轮处 来人 拉下去 闭了 军长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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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 马上干 你这是干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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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长 您来真格的呀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郡长 子龙虽然有错在线 但是他也有功劳啊 他活着了留大头啊 可他还是错了 你要是把子龙毙了 也一同把千军毙了吧 还有我 你们俩在威胁本军长吗 军长 军长 您治军严厉 讲法分明 木参谋这次有几分过 几分功 还是要论清楚的 我建议先关起来 封唐青 对啊 军长 可以 军长 你们都为他敲起来 走啊 坐楼 你说咱们要做这桌饭菜 得花好几块大洋吗 这乔少爷平时来看戏 票都舍不得买 你觉得咱们从他身上 能炸几块钱 您要不乐意掏这饭钱啊 就甭招待他了 反正我这手里目前 就抓住这么一个主啊 好 好好好 我听你的 马上厨房去坐 这鱼没掉到鱼食 倒废了不少了 真是 老板 老板 小红啊 你这孩子做事一惊一乍的 又出什么事了 这样你赶紧化妆洗一点 一会儿 四伙瞧少爷啊 还洗个屁 都出人命了 出什么人命了 沐少爷怕是 怕是被枪毙了 怎么回事 说是为了军火 他卖了军火 就叫他哥给抓起来了 他现在人在哪儿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哥给他抓起来 非要给他毙了不可 有几个人给他求情 沐军长一概都不准 这孩子说话从来没有把门的 去去去去去 八总 您要去哪儿 你没听他刚刚说 沐总龙要被他哥毙了吗 这 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跟 跟我 八岁红 你怎么了 这木子龙是因为我卖的军火 万一要真被他哥毙了咋办 八岁红 想想自己怎么活命吧 万一 让木老黑知道 是因为你而卖的军火 万一要真被他哥毙了咋办 老黑能放过咱俩吗 对啊 那现在怎么办啊 怎么办 数生费咱也别要了 赶紧逃吧 等乔少爷来了 我来打发他 啊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您拿着赶紧跑 出了事儿 我八岁红担着 行了 行了 您别跟我来这套 您不就是想等着我跑了 把这事儿栽我头上吗 怎么栽在你头上啊 这事儿不就是以你而去的吗 等会儿 李老板 话不是这么说的 如果不是因为你当初 我们狮子大开口 非得跟他要这五千块大洋 他能为了这五千块大洋 去卖他哥的军火 木老黑要是先杀人 第一个 得先把你杀了 爸 大翠红啊 我从小把你养这么大 您现在反过来害我是吧 我不害你 你就得害我 要跑你跑 反正我不跑 你不跑 那我也不跑 我也没杀人放火 我也没屠材害命 爸翠红 说白了 这不就是你生意吗 真是的 就是 一个愿歹一个愿挨 买卖不成仁义在吗 就是 如果木老黑把咱俩抓住了 又能拿咱俩怎么样 谁说不是呢 再说了 他还真能把他亲弟弟给杀了 反正我不信 我也不信 如果木少爷 对你是一片真心 什么叫如果 他木子楼对我本来就是一片真心 那木老黑一定能拿钱赎底 那接下来咱俩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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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等出货来呢 呸呸呸 我俩俩 对对对对对 一定不会出事的 再等等 再等等 军长 子龙还没成家呢 玩心重 看到漂亮姑娘容易动心 这都可以理解 是 咱这回玩得有点大 所以 龙总 国王 我觉得我二哥这次闯了这么大的祸 主要是我二哥对那戏子动作真情了 要不然 你就成全他们 我们沐家想取个戏子 还用我提着脑袋干这么多年吗 去 马上带几个人 把那戏院子给我砸了 把那戏子卖到集院去 我们去砸戏院去 然后拉着那戏子 把人家送到集院里去 这不太合适吧 这毕竟是地方上的事 人家有地方警察在那管着呢 我们去干这事 这对咱们影响不好 是啊 军长 伤了那戏子我绝对没事 但是如果伤了他 二哥的心就伤透了 如果他娶那个戏子 我就不认他这个弟弟 军长 这气头上话怎么说都行 但是事情要真做起来 咱们还得掂量一下 我有个主意 您听听行不行 说 要不咱们花点钱 帮那个戏子把身输出来 然后吓唬他几句 让他滚出阎台 从此以后 不许再见子楼 您看这样行不行 是啊 军长 那我大哥说的有些道理 您看 还愣着干什么 去办吧 是 这里是五百 我们军长让你把那戏子给放了 但是他必须马上离开阎台 永远不能回来 两位长官 不输好五千的吗 怎么变成五百了 这八岁红我从小养得大 多不容易啊 不要是吧 可以啊 钱你可以不要 但人你也别想留 你想留八岁红的话 你整个戏班的别在阎台呆了 我给你三天时间 给我滚出阎台 赶回来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这什么礼啊 这什么礼啊 你 文章 这什么礼啊 李老板 李老板 别不知好歹啊 这五百块钱 都给你放桌子上了 要不要啊 这烟台地面上慕军长最大 我不听他的 我听谁的呀 你少跟我废话 你想要钱人哪 那他人哪 我问你那人哪 叫出来呀 哦 他人哪 哪儿来的二位长官呀 好威风啊 哎呦 八岁红 来来来 我跟你介绍二位长官 这是马参谋长 这是周部长 哦 我来介绍一下 这就是八岁红大号出云 您就是八岁红 正是 我二哥就是为了你 盗卖我们军长的军活 差点被我们军长给枪毙了 现在还关着呢 你倒是挺自在呀 陆长官 没有对他怎么样吧 我也懒得跟你废话了 我们将军已经给了你们老板 五百大洋替你出了身 但是 你必须马上离开烟台 以后不许勾引我二哥 听明白了吗 这么说 沐少爷什么事都没了 有事没事还不好说 不 八岁红 我二哥死到临头的时候 还惦记着你 要不是他 我们军长凭什么替你出身 你要是还有点良心 以后别练习他了 你好自为之吧 大哥 我们走吧 大哥 大哥 走吧 没撞着您吧 二位赶快慢走 你看 看到没有八岁红 又有一个 对你动心的 你怎么了 你刚刚没听他说吗 那沐少爷都死到临头了 还在惦记着我 你 对他动心了 对他动心了 我就是觉得 你是一傻瓜 你才是个傻瓜呢 我们出五千块 他只给五百 在他的眼里 你只值五百 你知道吗 可他是为了我去卖的军火 他今天能为了你 他明天就能为了别人去卖 如果你嫁给了他 他把你卖了你都不知道 说得有道理啊 行啊你 姜还是老的辣 我以后要再犯起傻来 您可一定得提醒我 对了 之前说好的四六开 这是五百 您得给我两百 报税虎 五千块钱四六分 五百块钱也四六分啊 当然要四六分了 这点小钱 你来看完眼了呀 等等 一码归一码 给钱 好好好 银票在这儿 我对出来 给您二百 我没见过你那么小气的 我看将来啊 哪个倒霉男人娶你 哪个男人也娶不了我 我八岁红这辈子 只能靠我自己搁 这我拿去兑 兑出来 给您三百 我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 这 哦 对了 穆老黑 让你离开烟台 拿了钱赶紧走吧 我才不走呢 穆老黑有本事 拿枪把我轰出去啊 这笔生意咱没赚了钱 那不得等下一笔啊 您忘了之前跟我说的啊 等等 再等等啊 等等 前者 有个姓秦的 卖了一把汉氧灶 被我给毙了 而子龙呢 却迈我五乡德国走 这事情闹大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 不是已经将功补罪了吗 他那点功能补过吗 你有脑子 帮我想下办法 依我看呀 这件事 只要还在军长您手里 就算子龙有再大的功 也补不了他的罪 更堵不住别人的嘴 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说来听听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军长您摘出来 怎么摘出来啊 军长法不阿贵 公正无私 就把子龙送到军事法庭 军事法庭 军事法庭的成员由您指定 这是个好办法 立刻 组建军事法庭 有你 还有参谋长 还有文昭 再加上两个下室军官 你们怎么判 我都不管 也不过问 好 我马上去判 来 常务长 你哪儿来这么多心眼啊 就是平时多读了几本书 对比总结了一下 咱们中国军队的弊端 中国军队的弊端 手来听听 个人的军队 就拖不开个人的色彩 要建立一支现代军队 一 要让士兵知道为谁打仗 这样 像孙营长那种 带着手下背叛上级的事情 就不可能发生 二 要有法 而不是只有长官一职 是 又来你们这套 你们这些人哪 真会做思想工作 我们 是谁呀 你不说 我不说 咱们心生无宣 说到这儿 军长 我又有几个老乡 大老远到烟台来 托我谋个饭碗 您看 你的老乡可真多啊 不过我警告你 我这儿可不是世外桃源 眼前众多 等他们来了 一定要告诉他 加倍地相信 是 谢谢军长 大哥 我跟你说啊 二哥的事有办法 什么办法 军长说他不管 任凡俩 还有那常人节 组成一个军事法庭 把二哥交给法庭审判 那上了法庭怎么判 那还不是咱俩说的算 军事法庭 对啊 这谁出的语言 军长 那我不能放 反正我去找军长的时候 我看常人节刚走 我估计 没准常人节出的 我们求军长那么长时间 我都给他跪下了 军长都没吐口 这常人节说了几句话 军长就 大哥 你有多想要话 大哥 大哥 副军长已经老了 他天天请假在家抱孩子 那二哥以后可是要出国留学啊 军长说了不想让二哥从军 而且军长在人前不止说了一次了 说等他老了 这支军得是交给你的 所以军长最信任的 还是我的好大哥 那是以前 自从这个常人节来了 自从这个常人节来了 军事法庭是吧 嗯嗯 走 先去处理你二哥这个事 我去吧 慕子龙 因盗卖军火 论法当判死刑 但念起 其初犯 又能戴罪立功 策反了刘大成部 功过相抵 判处慕子龙 不 念呀 禁闭三 三天 几天 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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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跟我哥说一声 多关过几天呗 我都累坏了 让我歇一歇 赵哥 赵爹 等我出去我喝酒 好棒 来 别够这儿 吃 三天 就三天 军事法庭 这个台阶找得好啊 这么好的点子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一个好脑子 真是胜过千军万瓦呀 是吧 千军 你想什么呢 全局太想了 军长是不是太细认 那个常人节了 我知道 你们之间一直有些隔阂 究竟为什么呀 您不觉得他来历不明吗 他是我老朋友 邱司令介绍过来的 有什么来历不明啊 可您那个好朋友邱司令 已经被卷入到共党岸里了 已经被夺去军权了 现在还在审查呢 这个常人节 他又是在武汉待得好好的 他为什么大老远地躲到烟台来呀 还有 他安插在咱们队伍那些人 整天给咱们的战士 做共党宣传 这个主意 那个主意 十有八道全都是共党 军长啊 你把这样的人 留在咱们的军队里 那太危险了 行了 实话跟你说吧 人节就是共产党 邱司令早就告诉我了 什么 你也看到了 自从他来了以后 部队的战士 从各个方面都提升了不少 他为士兵 办了一个十字的学校 士兵都很高兴 他跟士兵讲的理论 我也很喜欢听 在这之前 士兵们上战场打仗 一旦开战 就跑了一小半 可他制定了爱国家 爱民众 不怕死 不担心的口号之后 士兵们积极地响应 你看看当下 日本人 已经占领了东北 他们对华北 又虎视眈眈 而中央军 不欲强敌 一心对内 我想不通 这到底是为什么 局长 你想不通 也得假装想通 您刚才说保密 这能保得住吗 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要是让中央知道 咱们的队伍里有共挡 那可是通共啊 军长 咱们这三万多人 在郊东一带 那是数一数二 但在中央眼里 那就是一只小蚂蚁 说捏死就捏死 军长 胳膊扭 老子自启灵以来 踏过谁 身高皇帝远 他老将能把我怎么样 住口 Have a good call 一二一 一二一 一 二 三 别跑快 你帮我吃饭去吧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我跟你说话呢 听见没有 你帮我什么 你帮我跟初音音小姐说 我两天之后去找她 两天 两天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局长 沐子龙 谁长了 哥 你真要关我三天啊 就看你这熊样了 我恨不得关你一辈子 别生气 德国葬意志没少 全给你弄回来了 还带着支部队的人 你去哪找我这么好的弟弟啊 你这个臭德行 你什么时候能够长大啊 跟你说件事啊 你出国留洋的事 办得差不多了 这一盘诊 还有船票 都不如你操心了 什么刘洋的事 哥 你干嘛这么着急把我赶走 时机不稳定 我身为军长 不能临阵逃脱 如果大哥有个三长两短的 那沐家就靠你了 你怎么会有事 你怎么会有事 不得了 你 criança 不得了 你 Ländern 你甚至是文字 那天 你们那蛇 他边 referenced 是昨天探功的话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